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8万5左右 双安排9万多了 只跑了不到1万公里 现在的价格是5万块钱左右 练手代步过度相当不错 长安的小车在自主品牌里还是品质不错的 它的自主研发的发动机最近几年还拿过减 新款的车升级为了6速变速箱 这是4速的 够用 价格便宜量也足 练手代步过度真不错 非常新 天窗真皮 导航倒影 配置也都很全 二手车 国产车本来卖的就便宜 二手车的价格就更便宜 16年到现在为止 还不到4年 3年半 几乎价格折了一半 就是卖5万左右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这台蓝色的长安移动插梯啊 内饰是以黑灰色为主啊 哑光的这个饰调装饰啊 有点福特的这个味道啊 我们来看一眼这车的配置 自主品牌啊 通常来说呢 配置都是相当高的 来看一眼 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啊 然后呢 大灯高矮可调 这个多功能显示屏啊 这个多功能发现盘 蓝牙车载电话 呃 原厂的导航倒影啊 这个车载系统 自动通调 呃 车呢 这个车子配置还真不错 ABS EVD 还有这个ESP 双色的真皮座椅啊 带打孔工艺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车实表8497 啊 不到1万公里 磨损很轻啊 基本上就是 长期在家闲置啊 天窗啊 这个地方啊 出格了 方方面面坐的都还行 层色非常新啊 基本没用 呃 手自一起的变速器啊 是四速的 现在新款车升级为六速的啊 但是肯定是够用啊 车的大小呢 呃 车长在四米 不到四米五啊 作为家用车来说 毫无疑问是够了啊 双气自动空调啊 这个后视镜还带电价热啊 配置真真心不错 呃 方向盘大小适中啊 这个车开着的感觉呢 呃 中规中矩吧 啊 毕竟是自足品牌 新车才8万5 二手车更便宜啊 5万块钱 不到1万公里的 三年半的车 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可以啊 练手代步过度 这个小车真心不错啊 啊 这个长安车在自足品牌里跟这个啊 其锐啊 跟吉利一样啊 啊 就是 是少数 具有这个核心的这个动力种成啊 发动机研发能力的企业啊 它是军工厂啊 啊 有军工背景的企业 这个体运还是挺深厚的啊 也接触了一些福特的技术啊 这个出风口的形状让我们想起福特的某些车型啊 还包括这个显示屏的样式 方向盘的样式都有点像 啊 借鉴啊 超越咱们的很多自足品牌 尤其是在这个价位期间的自足品牌做的真心不错 那个移动XT的后排空间只能算是够用而已啊 它毕竟是个比较小的车啊 A0级的 呃 它跟POWLO应该是同级车啊 看一眼 西部空间一拳 头部空间啊 大概有四只啊 坐两个人舒服啊 坐三个人地摊高度还可以啊 没有后空它出双口 但是有这个扶手和背座啊 还可以啊 基本没用啊 这个真皮座椅的后排也是带打孔工艺啊 非常细啊 这车没咋用 层次非常细啊 这个保护膜还没去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蓝颜色也比较个性 小姑娘啊 还有这个小伙啊 用来做第一台练步啊 练手过渡车真的不错啊 感情一方可以来看一下 长安移动XT的车尾设计啊 也挺齐气啊 这个车的外观确实借鉴了不少车型 这个车尾的造型让我想起了英朗的两相版啊 真的非常像啊 我们来看一眼这车的后排空间啊 这车还有倒车影像 这个行李舱的容积啊 应该是在300多升啊 这个座椅 后排座椅可以按比例放倒 都放平以后这个行李箱的容积 能扩充到1000多升 这作为对于家用车来说 非常有意义啊 这个比较实用 这个车的备胎呢 是全尺寸的 我们看一眼啊 还带一个防尘套啊 工具什么的都很整齐在这 总体来说呢 就是一台没怎么用的准新车啊 放了三年 价格只有购置原值的将近一半啊 性价比还是相当不错的 感兴趣的朋友来看一下吧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遇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